民众开车上国道3号 进入隧道前往边坡上一看 居然看到一大片的黄土 像是发生了摊坊 让民众担心 不止如此 顶端还有一颗巨大石头 疑似悬在半空中 感觉随时会掉落下来 这里是国道3号 七堵隧道南向北入口 由于连日大雨 让民众担心会发生摊坊可门 好啊 你看我脑袋打完 对 检塔外面噴出面的 对 周围有家都噴出都黄土 都黄土 没差 没差 都已经做好了 现在是来一些后续的 后续整理 整理而已 你说的白白是噴出 噴出的啦 OK 所以已经搞定了 对 那都搞定了 不过现场的整修工程 被民众质疑担心摊坊 包商赶紧出面解释 看起来像是黄土的部分 是在做巨石防护工程 工程从今年的4月 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至于巨石 其实是山坡的表现 所以都工程结束了 结束了 它在封化啦 这样是封化它都被刷 刷 没关了 全都刷 全都刷了 全都刷了 对 搞定了 对 搞定了 我今天派一二十个人 把全部的周围 没有东西搬起来啦 搬起来就结束了啦 然后网子扑一扑就变绿了 对 民众 国道一号南下十公里 上个月才发生边坡摊坊 让人记忆有心 民众担心又发生摊坊 但工程单位强调安全无疑 民众可以放心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道